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居高不下 大陆电商以低价快速席卷南韩 阿里巴巴 阿里express 拼多多 Temu 多种儿童玩具用品 被验出含有致癌物质0202甲酸2遗址 甚至超标270倍 日本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GDP年萎缩2% 连续三季经济不见成长 通膨高于2%目标 物价高涨 民间消费低迷 日本进度停滞性通膨 以色列对加萨南部大城拉法 升高攻势以来 已有60万名巴勒斯坦人撤离 美国建造临时漂浮码头完工 增加对加萨人道物资救援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登基以来首张官方肖像画曝光 整张画像充满鲜艳红色引发讨论 而哈利王子返回伦敦参加运动会 英国王公务繁忙 父子没有见面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Dow Jones在星期四创下了新的里程碑 他一度在盘中冲破了4万点的重要关卡 标普500和NASDAQ指数也突破了史上新高 而道琼从3万点到4万点 仅仅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近期美国的很多经济数据都反映出 通膨降温了 所以降息有望 市场重燃 联准会会不会在9月降息 再加上这周公布的企业财报各个强劲 尤其是沃尔玛这个全美最大的零售商 他自从朝AI自动化迈进之后 线上购物的营收大增了22% 那么再再都激励了美股 冲上了史上新高 美国投资人在周四的纽约证交所 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美股道琼指数史上头一遭 冲破4万点大关 一度在盘中触及4051点 创下自2022年10月 进入牛市以来的最高点 只不过这个四字头只是昙花一现 三大指数在冲高后回落 中场以下跌作收 这个重要的心理程碑 除了透露健全的经济环境 还有强劲的企业财报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 是由华尔街日报和道琼公司的创办人 在1896年成立 如今涵盖了30家美国知名的蓝筹股 而道琼在1999年3月首次触及1万点后 花了将近20年才爬升到2万点 如今从3万到4万点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创下时尚最快的破万速度 至于这次把道琼推上四字头的大工程 则是朝AI自动化迈进的沃尔玛 这间全球最大零售商公布了强劲的第一季业绩 当中线上购物的营收畅旺比去年同期大增22% 如今沃尔玛看好通膨放缓将带动更强劲的买气 进而调升全年猜测 激励当天沃尔玛股价大涨近7% 让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达到21% 除了强劲的企业财报消费力道 还加上近期几份通膨数据 重燃市场对于联准会9月启动降息的希望 这星期公布的美国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终于降温 月增0.3% 年增3.4% 增幅通通低于前一个月 就连薪资的成长速度 也把通膨甩在后头 只是以物价细向来看 食品杂货的价格比前一个月降了0.2% 但住房和汽油成本依旧居高不下 我们现在有一个世代 我认为是比其他世代更加热心 比其他世代更加热心 甚至有可能他们会有家居 房价持续飙涨 热门的30年起房贷利率还高居7%不降 再加上现有屋主紧抓着低利率不可卖房 导致房屋库存继续短缺 根据房地美4月做的调查 缅因州和南达科他州 是目前全美住房需求增加幅度最大的州 而无房可买的情况 又以首购族最挫折 开始到大城市的定交找房子 尽管观望气氛依旧浓厚 但从利率决策 华尔街到美国消费者 似乎都来到换党的关键时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经济 日本公布了第一季的GDP 由于日本的个人消费低迷 设备投资冷清 所以第一季的GDP出算值 以季度来讲减退了0.5% 换算年衰退率有2% 这是日本的GDP两个季度之后 第一次呈现负成长 日元汇率持续低迷 进口的成本相对就变得一涨再涨 严重打击了日本的中小企业 而中小企业把压力转嫁消费者 末端价格不断的升高 那么却让民间消费意愿越来越低 日本金融界的看法是 企业如果能够实现春斗的调薪结果 也就是薪水赶得上 物价涨价的幅度 也许日本下半年景气才可能有起色 来到东京的何宇桥道具街 这里是料理人的采购天堂 也是餐厨控的朝圣地 近年来更成为外国旅客 感受东洋文化的宝地之一 用盖刀叉的老外 管他碗盘筷子用不用得到 反正日元这么便宜 哪有不花的道理 海外客路易不觉得这间餐具店 一天平均接待200组客人 半数以上都是外国籍 业绩比去年好了至少四成 拖日元贬值得服 现在去日本玩还能顺便感受财富自由的快乐 成年机场统计5月初 黄金周的出入境人数 出算值爆87万1300人 同比去年多了1.4倍 但细看国籍 外国籍为59万5000多人 是2019年疫情前的1.2倍 日本籍只有27.6万人 连2019年的一半都不到 国籍商费が伸び悩む中 皆さんどのように お金を使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 货率爆叠期间 不移逃遣 本币极度不值钱 日本人开启清新寡欲模式 不论大钱小钱当审则审 拖累日本GDP 官方公布1至3月GDP 出算值既减0.5% 年率换算下滑2.0% 是两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成长 丰田旗下的大发汽车 去年底被揭露造假安全测试数据 抑制民间构出意愿 再加上跌落谷底的汇率 物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导致日本民众个人消费下滑 暗季倒退0.7% 连续四季衰减 是2009年雷曼兄弟 风暴后最常退市 毫无竞争力的日员 把日本当前景气 推入恶性循环 因日本产业结构 以进口为主 货币贬值造成物价飞扬 家庭支出上升 左支右处 百姓节俭度日 消费低迷 进口业中小企业 深陷存亡危机 不敢涨价 却又不能不涨价 日元汇率徘徊徊 徘徊历史最低 只有少数产业受惠 日本NHK电视台民调 仅15%的人 感到景气好转 依然每日苦哈哈的 高达80% 日本金融界分析 今年春斗结果 普遍令劳工满意 4月开始进入新年度 若企业能兑现承诺 调涨工资 日本下半年的经济 或许就能有所变化 TB的新闻中文报道 我们Focus继续留在亚洲 俄罗斯总统普清 两天的中国访问 星期五在哈尔滨 发下句点 而这一趟访问 普清是要确保 中俄经贸关系 以及北京能够持续 对俄罗斯经济输血 当然他非常希望 在西方制裁 使得他的能源出口 大受冲击之后 中国能够跟他 加强能源合作 但是这个部分 北京方面没有给出实质的承诺 仅仅透过习近平 李强跟韩正 这些高官 亲自高规格接待普清 来向美国和欧洲表达 反制的常态 那么对于普清 这次的中国行 结束在哈尔滨 外界认为 他接下来 极可能前往北韩访问 正在中国进行两天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清 周四一抵达北京 就先后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总理李强连续展开多场规模不一的会谈 甚至还在中南海 与习近平胡冰散步 喝茶谈心 习近平跟与普清 共同主持中俄文化年的开幕活动 一起欣赏两国音乐家的演出 让凌晨四点就开启一连串访问活动的普清 再累都要对北京盛情相迎 表达出兵质如归的感受 普清还在双方签署的一万两千字零和声明中 积极回应北京当局在印太地区的多项诉求 包括对南海 台海以及日本核废水排放等议题 与中方口径一致 同时强烈谴责美国 犹意在亚太区和欧洲部署陆基中程短程飞弹的计划 更对AUKUS可能影响亚太地区战略稳定表达关切 认为我们需要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性 在亚洲和亚洲区域 在亚洲区域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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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普清使出浑身结束 还表明要深化中央的军事互信与协作 试图把北京拉到自己这条船上 但中方始终不愿接招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不断深化政治互信 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连两年前普清趁着出席北京冬奥 与习近平签下的联合声明中 曾经出现过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北京当局都绝口不提了 这个不平等的关系 包括了当前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美国与欧盟制裁 导致莫斯科在经贸上单边依赖北京 其中汽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占比 由战前2021年仅8% 如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俄罗斯也成为中国汽车的第一大出口国 两国贸易额去年达到破纪录的2401亿美元 年成长率达26% 至于两国旅游业 尽管俄罗斯到中国旅行的人数比陆克高出一倍 但中国却是俄罗斯去年入境人次最高的国家 更彰显出俄罗斯对中国的高度依赖性 更别说石油与天然气两大俄罗斯经济命脉 如今都得仰赖北京做最大买家 这也让普京即使周五从北京转入哈尔滨访问 仍然公开喊话要推进两国能源合作 普京这趟走访哈尔滨 还特别选择已经遭美方制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参观该校的机器人研究并与师生会面 美方对于普京的中国行则是一方面强调 中俄的联合声明没有新意 同时也再次警告不会坐视中方 持续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提供援助 哈尔滨与雄长不可能兼得 暗示北京必须在中俄合作 与西方经贸之间做出选择 当前中俄之间的贸易总额 还不到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三分之一 在北京当前应对国内经济问题 已经焦头烂额的情况下 能为普京提供的具体帮助恐怕很有限 但普京整趟访问 中方仍给予极高的规格和礼遇 满足俄国面子的同时 也是对美欧的一种表态与反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全世界反战 两场重要战争持续不断的在继续的开打 制造了很多很多悲惨的难民 还有移民的议题 那么这些都进入了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被称为艺术界的奥运 非常受到重视 那么今年的主题叫做处处是外人 那么这个展览里面的很多很多作品 都表达出对于战争难民 移民这些边缘人群的关怀 同时间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 开了一个博物馆 而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展出了 英国艺术家班克西 这个街头涂鸦艺术家超过160件的复制作品 那么用他尖锐讽刺写实的风格 来疗愈全球战地的伤痛 那么在瑞士有一个艺术家 是利用环保的颜料 在草地上创造了一幅巨型的画作 呈现的是移民的困境 我们一起来看看 随着中东冲突升高 乌俄战升温 世界各地的反战声浪日渐高涨 今年的威尼斯美术双年展 以关怀战争难民 移民 殖民的主题 开版画展 在政治和艺术相互干涉之下 展馆内外都热闹 国际移民组织最新一期 世界移民报告指出 全球现有1亿1700万人 因遭遇战争 天灾而被迫移民 为展现这些离乡背景 人民的生存困境 瑞士一名发音艺术家 也利用环保颜料 在草地上创造了一幅巨型画作 除了关怀战争难民外 为宣扬反战 最近美国纽约曼哈顿的 一间新开的艺术博物馆中 也展出了超过160件 英国艺术家班克希的 街头涂鸦画作复制品 透过展示其游走在灰色地带 讽刺写实的创作手法 大采敏感议题 希望引发观众 对战争议题的关注 不只绘画 戏剧艺术也同样能引发 人们对战争和和平的思考 纽约百老汇最近就以 October 7为题 上演反战音乐剧 制作人表示 在制作这出音乐剧时 编剧采用了大量新闻内容 与战争幸存者的证言 撰写台词 就是为了要以无滤镜的形式 展现战争的面貌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灾难日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出现大批学生占据校园示威抗议 在扎营数日后 有学生开始用粉笔 在地面上写下挺拔大字报 还有学生高举巴勒斯坦国旗 几股呼喊反对加萨战争 与反以色列的口号 16日在德国柏林市中心区的贝贝尔广场 则聚集了大批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 他们在这个希特勒当年焚书事件的现场 摆放132张塑胶椅 并在椅背上放置自己家人的照片 大声歌唱 控诉哈马斯的暴行 我们不住在地区域的区域 但是我的儿子是一部分 的专业的区域 给人家人的区域 给人家人的巴勒斯坦人在区域 而且它没有关系 给人家人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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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哈冲突至今已超过七个月 上百人质仍未获释 而以军近日加强对加萨南部的攻击 人道危机日益恶化 曾经支持以色列反击哈马斯的德国总理萧茲 近日就指出 加萨走廊需要更多人道援助 同时他也批评以色列 若继续对南部民众 主要聚集的避难点拉法式发动攻击 将会不断造成死难 判以色列再评估相关行动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接近周末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片子 它的剧本很特别 它要反映有心理疾病 它所承受的苦 往往是非常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口求助 久而久之会感觉孤军奋战 那么这个电影叫做长夜镜头的围光 他描述有一个罹患严重PMS 金钱症候群的女孩子 他每个月都因为荷尔蒙波动 经历一次强烈的情绪失控 他遇上了一个同事有恐慌症 结果两个人都因为自己的遭遇 对彼此有加倍的同理心 成为一种特殊的战友 在人生走下去 全片温暖感人 而男女主角发展出这种微妙的情谊 既非单纯朋友 但并不是恋人 而是在生病路上 成为特殊战友的故事 下着倾盆大雨 女子坐在公车站前的长椅上 全身淋湿 仿佛与外界隔绝 当初社会的腾泽 患有严重的PMS金钱症候群 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平时温柔有礼貌的她 会突然变一个人 负面情绪宛如山洪爆发 顶撞前辈的过程 都被同事拍下 腾泽只能不断道歉 解释自己身体不舒服 才倒指两个月的她 希望能升任这份工作 拜托医师换情绪稳定的药物 没想到试睡的副作用 在她身上如此强烈 会议室没准备好 还被长官们撞见上班打瞌睡 腾泽羞愧到无地自容 拔腿就跑 随后递出辞城 几年后她辗转来到一家 名为丽田科学的小公司 由于规模不到十个人 同事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婶 少了打拼的干劲 却非常能包容 她每个月一次的情绪失控 腾泽总会趁外出时 买点小点心 给同事作为赔罪和补偿 不过公司的新进员工 山天总是自己躲在角落 连搭个话都很困难 山天有些无理的言行 平时温柔的腾泽都吞了下来 直到每个月一次的山洪爆发 谈算飲むのやめて欲しいんだけど 谈算 但腾泽不知道的是 山天原本也是充满干劲的有为青年 直到两年前恐慌症第一次发作 事业毁了 她却无能为力 看到山天发病的样子 腾泽立刻明白了一切 冲上前去帮她找到急救药物 化解这场危机 她也贴心的送山天回家休息 山天平时固定到身心科报道 病情逐渐稳定 但她仍然无法克服踏入公众社会 连搭电车都办不到 一般人难以想象有多困难 腾泽却非常能体会 甚至跑到山天家帮她剪头发 在生命的路上有人作伴 让山天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幽默接受一切 电影长夜镜头的围观 改变自日本小说黎明前的全部 作者赖尾麻医子 以自己罹患恐慌症为基础 描述如何走出心理疾病的苦雨田 导演三宅昌找来日本一幕情侣 上白时蒙英和松村北斗 饰演各自为疾病所苦的人 如何互相帮助 从不敢说出自己患病 到侃侃而谈 甚至能互开玩笑 两人发展出微妙的战友关系 也从绝望的谷底翻身 期待明天的到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时代世界真的很需要温馨的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看到是俄乌战 接下来是在加萨的这场战争 以色列地面部队 现在是持续深入加萨南部的拉法市 撤离的难民一批又一批 他们撤到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从最新的卫星空照图 很清楚地看到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来有搭满白色帐篷的七遇 以军已经全部产平了 以色列关闭了埃及和加萨的通道 那么很多国际援助 包括国际援助的人员都受困在那里 没有安全管道可以撤 有的义工受困已经超过两个星期 美国从3月开始在加萨沿岸搭建浮动码头 希望透过海上渠道把物资送进去 在这个星期四码头终于正式启用 以色列地面部队持续深入加萨南部拉法市 坎克车在当地的东部地区集结 锁定四个哈马斯部队攻击 又造成不少巴勒斯坦拼命死伤 美国总统拜登再三警告 不要攻拉法 以色列制弱网闻 坚称目前的军事行动是有限而非全面攻击 大批拉法居民持续撤离 前往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最新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本搭满白色帐篷的区域 现在全被以军产平 埃及与加萨边境的通道 是国际援助团体和物资进出的门户 一个星期前遭到以军占领后关闭 许多国际援助人员受困加萨 一名美国医生已经受困半个月 受困的医疗人员表示 当地所有消毒用品已经用尽 病人伤口开始升区 手术台使用后也无法消毒 状况十分恶劣 他们还得时时担心 以军会攻入 美国从3月开始就着手在加萨沿岸 搭建浮动码头 为物资另辟海上输入通道 共动用了上千名美军 耗费将近3.2亿美金搭建 浮动码头周四终于完工启用 未来两天将接收海上物资 再以卡车接驳送进加萨 加萨难民对美国的协助不太领情 有人甚至反对这项计划 担心这是要把巴勒斯坦人 赶出加萨的行动 拜登政府为阻止以色列入侵拉法 宣布暂停第一批 运往以色列的炸弹援助 但共和党反对这项决定 众议院议长强身推动法案 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原外法案提供一国武器 16号法案在众议院表决过关 拜登表示会否决法案 国际社会也试图用其他方式阻止以色列对加萨的迫害 南非请求国际法院下令停止攻击拉法 美国校园挺巴勒斯坦的运动持续发酵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抗议者占领了一栋教学讲堂数个小时 警方周四从学生手中夺回了建筑 之后又拆除帐篷 学生坚持不离开 与警方对峙叫嚣 数十名学生遭到逮捕 芝加哥地博大学的学生扎营抗议 警方进入强行拆除 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又有数十名学生退席抗议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电商购物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买回来的东西最后呢 可能成为慢性长期致癌的元凶呢 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 以低价优势在南韩发展的非常快速 像阿里巴巴的全球 速卖通 拼多多 旗下的TAMU 那么三月呢 在韩国的用户数 这两边都已经超过800万人 但是低价站的背后商品的品质 南韩担心不稳定 所以海关开始抽检 结果发现呢 可能的致癌物超标太多 其中像同用的手表 玩具 文具用品 都验出有害的化学物质 最严重的是儿童法菇 被测出塑化剂超标270倍 另外呢 收到的货品有瑕疵 或者是盗版商品更是反应不断 不少家长会在网路上 为孩子购买可爱小法事 不过南韩却通报这件事 海外オンライン商品 mall Aliexpress 小朋友爱玩的水晶尼 史莱姆中也被验出 含有可能引发肺部疾病的 南韩人船本部海关4月也针对400多个 平均在台币50元左右的 低价饰品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有24%的饰品 出现超过标准值的 隔汉签等可能致癌物 特别是戒指 每三个就有一个重金属超标 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的梯木 和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贩卖的商品 有害物质超标联账报 就怕危害国人健康 首尔当局绷紧神经 除了每周挑选部分商品进行安全检查 也宣布将禁止海外代购 没有安全认证的高风险产品 也决定强制国内代理商 为消费者权益负起责任 删除无认证或是盗版产品销售资讯 两家电商也在政府协调下 签下产品安全相关自律条约 挂包证将近最大努力保护南韩消费者 直至全球速卖通和梯木 进军南韩市场后 争议可不止这一桩 花台币三千多块 购买的平板电脑却是劣质商品 商家也不提供退货 类似品质不良受害案例 数不申数方贸品也猖獗 重化炮轰 中国电商行为实则是偷窃 教授会这么说 原来是因为分子们花高价 购买专辑收集小卡的文化 被不锈业者看见商机 在全球速卖通网页上贩卖 山寨版明星周边 除此之外 这些中国电商平台 更被指控泄露个资 消费者团体指控 这些个资通通流向中国 要求警方调查 相关机构表示 如果确实有违规行为 将要求改正砍罚款 全球速卖通2018年进居南韩市场 起初销售表现并不亮眼 却在2022年开设南韩客服中心后 大展全角用户数量 暴增近三倍 根据三月的数据 用户人数已达将近900万元 题目也跟进脚步 加速布局南韩市场 三月用户人数达到829万多元 比二月增加了42.8% 本土业者饱受冲击 中小型零售业者 哀嚎面临庞大压力 南韩电商Coupon 也担忧龙头地位不保 超低价路线 和不定时发放的现金 又会劝吸引大量南韩消费者 但随着不良产品 通报越发频繁 大陆网购平台 便宜 美好货的评计 已逐渐在南韩消费者之间发酵 中国电商要想在海外市场 站稳脚跟 加强评管 解决有益率商品 恐怕才是长久之策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这张整张轰 这个红通通的 是英王查尔斯 第一张官方肖像 风格真的是很特异 因为这个月是 英国国王登机满一年 所以才会公开这个官方肖像画 而画作里面呢 不光是国王的衣服和背景 全面都是血红色的视觉震撼 引起了非常两极的反应 亲手揭开自己登机后 第一幅官方肖像画 75岁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在艺术家伊欧的笔下 身穿威尔斯卫队制服 肩膀上有只蝴蝶盘旋 衣装与背景鲜艳的红色色调 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画家表示 如同画作里的蝴蝶 王室角色也在公众生活中蜕变 这幅油画是白金汉宫 在2020年委托创作 作品比真人还大 高约2.6公尺 宽2公尺 16号起在伦敦的画廊展出 这样一幅具视觉震撼的画作 也让英国民众反应两极 英国王室成员可说是全世界被画 被拍摄最多的人之一 白金汉宫从周五起 推出王室肖像 一个世纪的摄影展览 看过去100年 英国王室如何利用肖像摄影 来塑造王室形象 展出的150多件图像 有的从未对外曝光过 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1985年安迪沃河的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彩色版画 还有英国知名摄影师 毕顿用镜头记录的 20世纪王室生活 她与女王母亲有深厚交情 也让她几十年来 都是王室肖像摄影师首选 她照片中的女王 是卓胜庄 具威严的国家元首 但也跟其他人一样 是个抱着新生儿的母亲 不过近年王室肖像 也出现转变 2018年 查尔斯和太太卡密拉 这张呈现 非正式亲密感的肖像 在50年前 可是闻所未闻 历史学家也指出 今年国王决定公开自己离癌 有助这位新君主 与英国人民连结 他利用自己的病情 强调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必要性 对一般市井小明来说 国王不再只象征财富和特权 而是更有血有肉的人物 但最终的大约是健康 而实际上 皇家庭像很多其他家庭 都在治疗癌症 我认为这会让他们 比较相似 修养治疗近三个月的国王 本周罕见的与威尔斯亲王威廉 脸媚现身 把自己拥有32年的 英国陆军航空团荣誉司令的军协 在阿帕契直升机前 交棒给长子 这是国王自四月底返回工作岗位以来 最近一次亮相 上周他前往军事训练学院视察时 还开玩笑的说只要有机会被允许离开牢笼 他就会想出来看看 不过返回公务的国王 似乎就因此没空见 难得从加州飞回英国的次子哈利王子 哈利返回伦敦 参加自己发起的永不屈服运动会 十周年庆祝活动 但王室主要成员统统缺席 只见哈利的名人有人力挺 哈利自2020年跟妻子梅根脱离王室后 就与父兄渐行渐远 英国媒体称他遭王室冷落 因为不过几英零远的白金汉宫 国王现身惊吓第一场花园派对 父子两人距离如此近 却又如此遥远 体证问综合报道 今天名人来看美国大联盟到齐队 举办大股祥评摇头娃娃日 隐藏版的灰色球衣公仔 网卖价格上看8万台币 到齐队球迷开心对着摄影机 秀出大股祥评公仔 到齐队举办第一次的大股祥评 摇头娃娃日 球迷都来抢公仔 有球迷特地提早两个小时来排队 球场外大排长龙 大家想拿的是这个 限量4万份的大股公仔 其中还有1700个穿灰色球衣的隐藏版 只有4%的球迷能随机获得 大股的摇头公仔在拍卖网站上 灰色限量版已经炒高到2500元美元 超过8万台币 而当天陷入大股魅力的 还有这一位小球迷 大股一现身 这名叫做阿尔伯特的小球迷 惊讶得张大嘴巴 其实阿尔伯特是一名小儿科病童 受邀到道琪球场担任开球嘉宾 他还和大股一起投接球 道琪这场对红人的比赛 因为有大股的摇头娃娃 吸引五万三千多人进场观战 创下大联盟本季最多观众的记录 大股在比赛中演出本季第十一次 成功倒壘 不过在打击方面没有太多表现 最后道琪以2比7输给红人队 TV的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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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